經費1億1265萬 也是有中央全額補助 以上做個說明 請責任意為 我們在波索科運和新南科運都是 這就是新南科運跟西紐科運 高雄科運呢 高雄科運是市區公車 裡面在補助裡面 不在這裡面 就在裡面 既然你速切工車沒有做好技術 你們要要求他 像我們南科運都在高雄客運 南研高雄每天都在幫忙處理 這幫忙不在幫忙 還要剪班 剪班就在班客運裡面 剩下70個學生小孩 我小孩在大學房子還說 一幫忙40人45人 抗議很壞 他會擠到7數個人 所以你負責任負責任 每年基於高雄科運在西紐科運 就輸錢 所以既然我們有幫忙 有幫忙 我們可以順到的要求 你要讓他 他先坐車 不是編輯 他也不要消費 他現在就要他們 要有座位 不然沒有座位 2000萬 他坐到670萬 說真的這一點 有這個人道的立場 需要消費 也要助助他們改善 這個我們會要求高雄科運來改善 好 那各位議員同仁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沒有 那本案我們決案 好 那接著是公務